记者黄建豪台北报导 台北小巨但目前由台北市政府委托台北捷运公司经营 市长可文哲曾要求在市大运结束后委托民间经营 但后来作罢 但台北市议员许淑华今天下午于一位质询指出 若小巨但以促餐法OT委外9年期约获利可达12 66亿元比北捷自赢的8 65亿元可多收4亿还不会影响公益性 要求北市府一个月内重新评估并向可文哲报告 许淑华表示被捷年初曾对外招标台北小巨但委托民间经营管理评估顾问案 2月由台湾市西公司得标后 却在5月19日评估报告出炉前 北市财政局长陈志明就决定不委外评估报告92 5万元等于白花 财政局解释 当初是因为台北小巨但委托北捷经营的合约 今年底就要到期 才研议有没有其他增加收入的方式 但后来考量小巨但有公益性和政策性用途 认为仍有北市府经营掌握较好 因此作罢 许淑华则指出他拜读整本评估报告后 发现小巨但若财委外经营获利明显较高 以OT模式签约9年来计算土地租金 开发权利金 经营权利金在扣掉地价税及房屋税后 市府大约能获利12 66亿元 比起市府自营的模式 8 65亿足足多出了4亿元 许淑华说 小巨但平常只靠演唱会活动维持人潮 平常时段很冷清 若委外经营能为市库带来更多收入 为什么不做 何况评估报告已明确指出 12 66亿元是在不影响小巨但工艺档期情况下的收入 应该大胆来做 财政局则表示 由于年底合约就要到期 目前已震撼北捷进行重新签约 延长约期三年 许淑华则要求 就算有北捷也许淑华也说 北捷除经营捷运外 还受托经营猫空缆车 小巨但汉儿童新乐园 不是做得不好 而是人力就是不够 既然如此才更应该考虑将最能赚钱的小巨但委托